在空白處點兩下 預設事件是 Click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Activate 那 Activate 指的就是說 當這個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所以將來我們必須要再寫一個 就是什麼 Home 點 Show 的按鈕 按下去把這個表單給啟動起來 所以第一個請你在那個表單點兩下 事件把它改成 Activate 第一個 那 Click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沒有用 然後呢 做什麼事呢 在這個裡面去查詢 那查詢部分的話呢 剛剛不是有程式寫過了 是在這一串 有沒有 查詢自傳這個黑名單自傳這個 那你就把 Sub 裡面的這個程式怎麼樣 乾脆直接 Call 過去好了 直接從 Sub 的頭到尾中間這一塊 把它複製過去 因為當然你也可以用 Call 的啦 不過 Call 的話 Call 它來做 可能 我們還要需要加一點東西 就是那個 PB 的值 所以乾脆直接複製過去 比較好處理 所以我們把剛剛查詢 黑名單自傳這個 中間這個區塊的複製 然後呢 再切到哪裡呢 把這個先關掉一下 再切回剛剛的 Activate 的中間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處理兩個屬性 第一個 PB 的什麼呢 點 Value 點 Value 在頭的地方 你打一個 PB 電 Value 就出來了 等於 0 預設值 這個 PB 的 Value 指的就是說 那個進度的那個列 那個 Bar 裡面呢 它裡面的預設值 一定要從 0 開始嘛 你不能說 剛開始就給它一個 1 那怪怪的 好像剛開始就一點點 沒有 所以把它先 第二個的話呢 告訴它說 PP 的最大值 預設值好像是 100 可是我們不是 100 我們是根據什麼 根據第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什麼呢 最下面一列 減 1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最大值 你可以把下面這個 第一個工作表的 最下面一列 這個把它呢 複製到上面去 加一個等候 並且記得要把它簡易 因為它總列數 一定是不包括那個第一列 第一列是它的 那個欄位的名稱 OK 那我們決定這兩個值 那在什麼地方會更新呢 就是當 第一個回圈是 黑名單串 串成一個字串 這個不用 一定是在第二個回圈裡面 在NAS上面這邊 把它怎麼樣 PB 點什麼 點VALUE 它裡面的值 要變動嘛 越來越多 等於什麼呢 等於I-1 因為呢 它的VALUE 是跟什麼呢 跟這個I是連動的 I是從2開始 可是呢 它的VALUE 一定是從1開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這邊給它 這個時候呢 只要它有跑 它就會觸發這個 所以它的VALUE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有沒有 OK 所以要這個地方的話呢 寫完之後 就可以來試試看了 那你來把它執行 油膠放這裡面的按執行 你看它就跳出來了 欸 效果就出來了 有沒有 OK 那把它關掉 那你程式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這邊 直接執行 它就開始動了 不過問題來了 總不可能說 我每次要跑這個的時候呢 然後它 我就要到 我們的那個VBA裡面 去把它按執行吧 所以 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一個動作 就是呢 增加一個按鈕 當我這個按鈕按下去 就後面需要一個什麼 什麼什麼 啟動查詢黑名單 底線表單 當我按下這個的時候呢 把它叫出來 對不對 把它叫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表單名稱叫Home 所以呢 這個按下去 就是呼叫Home Home.show就可以了 可是呢 特別注意喔 當這個跑完的時候 按確定 它還停在這裡 停在這裡 你是不是還在按個XX 怪怪的 應該什麼 跑完你就應該 跑龍套的 跑完就應該要離開了嘛 對不對 這不是主角 它只是一個配角 對不對 所以呢 怎麼辦呢 沒關係 在程式最後面 再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叫這個Home 怎麼樣呢 點什麼 點High High就是隱藏的意思 把它關起來的意思 所以特別是 當這個所有的事情都跑完的時候 就把它關掉了 這樣它就藏起來 所以你把它執行過 OK 它就跑 跑完了按確定喔 它就它就High 不過喔 這個可能要 Masher Box 可以把它關掉 可能會影響到 所以這個Masher Box 可以把它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了 不要Masher Box 它會怎麼樣 它會隱藏起來 Home.High OK 這樣子 跑應該OK 把它關閉 必須先關閉 或隱藏最上方 最上方的 這個等一下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High把它關掉 這個把它關掉 應該OK喔 再等一下再看一下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設計出一個什麼 就類似剛剛的這個 這個效果 那等一下再來看 我怎麼把它打開來 這非常簡單的 你就是在 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名稱的話 叫做查詢K名單 底線表單好了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按鈕 然後呢 就用什麼 Home.Show Home.Show Home.Show的意思就是說 把那個表單啟動起來 然後呢 因為它是一個Sub 所以我們可以在按鈕這邊 再新增一個按鈕 有沒有 就直接怎樣 這個 我要先停掉 然後再增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的時候呢 它就會怎麼 秀出來 按確定 它就關閉了 沒問題 剛剛那個 可能是 跑完之後 按確定 沒問題 OK 所以最後你就加一行 我想這可能是因為 我們是從這邊執行的 如果你從按鈕那邊執行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最後的話 程式就加上什麼 Home.High 就OK了 所以再把最後的重點 再跟各位提示一下 大概會有幾個地方需要加的 第一個就是開頭的地方 加上兩行 一個是把那個Value的值歸零 然後最大值的話就是 總共比數把它減一喔 OK 所以這兩行非常重要 第二的話呢就是怎麼樣呢 在回圈的時候 裡面呢給PV的Value 等於I-1 最後把它關掉 由誰啟動呢 由Module裡面呢 有一個查詢 黑名單的表單把它秀出來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你來跑按下去 它就跑完了 跑完就關掉了 OK 不過底下這個 這個白白的啊 就表示我們這邊 最後面那個表單有沒有 你也可以怎樣 記得就是把外面這個吧 把它往上拉 這個往裡面拉 讓它怎麼樣 把它蓋住 這樣來跑喔 其實基本上 就應該感覺 有那個樣子出來 越來越專業了 OK 好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先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喔 剛剛沒切齁 剛剛沒切齁 謝謝 謝謝